只会说中文的客户在公园被公园的警察压到一旁 因为涉嫌酒后驾驶DUI、DWI在Glenberney、马利兰州 听起来很熟悉吗? BWI大路口以及几个联邦基地 如果您被停下来,这意味着当时的警察正在为美国的工作 在马利兰州,这样的警察,关于公园的警察 是可以完全改变如何处理您的案件 关于DWI、DUI的案子,如果您被逮捕 首先,行政制裁对于这样的官员是不适合拿走您的驾照的 其次,在高速公路上被逮捕 并不是在一个军事基地,您没有资格PBJ 因此,有经验的联邦DUI律师必须 第一,仔细观察当您被停下的情况 第二,尽一切的可能帮您辩护 认罪对租出车的过错 抗辩护对租的人冒犯 以及结果导致烧点 因此可确保您不被吊销执照 一位有经验的联邦DUI律师 应该努力保持在缓期期间无人监管 和减少最短的时间量 该任务要求进入戒酒治疗 以得到最好的结果 这些结果一定要在上法院之前完成 这些记录也要提供给政府法官 此外,关于客户的品格健全的工作经验 以及所有的信息都是必须给联邦法院的 中国的客户应该坚持公园警察 获得一名会说中文的翻译 实际上,在未获得翻译的情况上 我们有经验的酒后驾驶律师 已经帮助许多客户获得了罢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istingreme前先 ben opinion 这些耶稣 这是第一时间 我们找钱